有粉丝问我敢不敢挑战 登上玉爱的旦载账号 嘿 那我家暴脾气 有什么不敢的 稍等我一下 喂 你们看 我这不就登上玉爱的号了吗 但是我跟你们说啊 咱那是悄悄登陆的 你们可千万别告诉玉爱 臭妖脸 既然已经登上了 那必须看一下 玉爱的背包里面都有啥 好 亲爱的伴们 有没有想看的 想看的扣一 不想的扣二 我猜这次肯定没有人扣二的吧 瞧好吧 不就打开 好家伙 三万的潮流度 虽然比不上那些超级土豪 但这三万的潮流度 让我也是很羡慕呀 最近几个赛季的 知证皮肤居然全都有 哎呦啊 玉爱的家伙 妥妥的小富婆呀 不不对 我每次抽皮肤都是零蛋币 难不成是我偷偷藏了私房钱 全都让玉爱来抽皮肤了 哎对了对了 好有里面能看亲密关系 不用多说啊 咱规格肯定在恋人这一栏里面 哎呦 哎怎么里面没人呢 难不成是玉爱害羞 没把我放进去 啊我懂了 可能是在挚友这一栏 哎不是 挚友里面只有一个人 还居然不是我啊 这什么情况 兄弟们 我不会跟玉爱任何一个关系都没建立吧 我不服 咱们看一下闺蜜这一栏 哎呦 我没眼花吧 我怎么称闺蜜了 闺蜜不是两个女蛋吗 我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男蛋呀 等一下兄弟们 刚才只有一栏里面的男蛋 我以前也没见过 他不会是要抢走玉爱当蛋搭子吧 难不成这么久以来 我其实是个第三者啊 个妥妥是我的情敌呀 不行 必须整骨他一番抢回玉爱 来兄弟们 想快回个整骨的 直接给视频来一波点赞支持 OK 那这样吧兄弟们 我倒是有一妙计 反正我现在登陆的是玉爱的账号 直接假扮玉爱给他发送消息 一起双排巅峰赛吗 OK兄弟们 上钩了啊 咱们直接在电门赛里面坑他 这样他一生气 可能就会不离院的 那他们的关系不就断了呀 嘿嘿 我真是个大聪明啊 不多说啊兄弟们 咱们就有电风赛之后 直接坑他 主导乱不闯关 怎么坏怎么来 哎 淘汰出局了吧 我看你生不生气 玉爱姐姐 你是不是有病 哎你们看 他好像生气了 生病了 就不要玩游戏 我陪你去看医生好不好 不是 我故意坑他的 他都看不出来 装的 肯定是装的 不慌啊 我还有办法 先找到我的好兄弟浪哥 来到新更新的灯塔这里 瞄准双方来一个幽魂追踪 这样我们就卡进了灯塔内部 这时候再给他发一个消息 我来 哎兄弟们注意 这个男蛋来了 只要他一打开灯塔大门 就能看见我 嗯 但是他一进去 就会被传送到别的地方 这什么情况 想抱我出来也抱不到 这个时候咱们再来上一转 小伙子 你是不是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哎呀妈呀 蛋菜到上闹鬼了 我不玩了 再也不玩了 嘿嘿 终于被我吓跑了吧 还想跟我抢一玩 没玩 丑伟哥 你是不是登录我的号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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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没有吧 还装是吧 小伙伴都告诉我了 我这不是好奇吗 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呀 玉儿 说了 你是不是欺负我的志友了 啊 没错 谁让她想抢我的蛋挞子来着 什么抢蛋挞子呀 那是我的大侄子 她前段时间放暑假 让我陪她玩蛋仔而已 啊 这我真不到啊 那月儿我问你 我再怎么成你闺蜜了 难道不是吗 你好好看一下自己的账号 出色的时候你自己选的女蛋呀 哎呀这 我都是手滑了 谁让你偷偷上我的号 闺蜜就先当着吧 我要去找新的蛋挞子了 别言语儿 我不想当你闺蜜 哎 不是兄弟们 怎么事情就变成这样了 我已经就再也不敢乱挑战了 我这